你好,我是莉莉,今天是2022年的12月3号,今天跟大家聊一聊,中共国现在已经到了官僚体系庞大,财政干瘪,末梢基层管控不住的王朝末期的时候了,在古代社会新的王朝诞生时,往往整个国家刚经历过战乱,人口不多,土地资源还算充足, 朝廷可以到处征地,保证人人有地众,家家户户都纳税,税机很大,最主要国家刚建立时的管理系统比较精简,执行效率也比较高,一个国家想要维持稳定,基本上都要解决这几个问题,守护边疆安全,维护境内治安,治理天灾人祸,做这些事情需要国家拥有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来执行, 这就是官僚体系,随着时间的流逝,底层人口越来越多,必然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管理人员,官僚体系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庞大,公职人员也越来越多,整个管理机构开始变得越来越臃肿,治理能力反倒越来越低下, 官僚体系上达天庭,下英万民,看似是为皇帝服务,为百姓服务的,但是组成这些官僚体系的也都是人,每个人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阶层, 所以本质上这些官僚体系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,国家越往前发展,财富就越向少数人聚集, 各种利益集团的人开始进入政府,担任高官,然后便积极的推动,有利于自己的政策,什么士族集团,工商集团,军队集团等等, 折腾到最后,往往就是国库空虚,底层百姓民不聊生,但是各种利益集团盆满,钵满,官僚体系变大,公职人员变多,当然需要的财政经费也多, 一般来说,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是赶不上官僚体系花钱的速度的,越到后来财政花销越多,怎么办呢? 继续加税,所以到后来就是老百姓的税收越来越重,现在中国就到了这个阶段,今年前十个月的财政支出比财政收入多了6.66万亿, 就是花的钱比挣的多了6万多亿,即使是这样,官僚体系仍然不够花,怎么办呢? 自己想办法捞钱,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,想尽一切办法捞钱,看看现在的基层居委会,街道,村委会,这是中共基层治理的末梢,原来有钱时,他们的工资,奖金,福利的,什么还不错? 现在乡镇级别的,很多工资收入都减半了,他们也有一家老小要养活啊,不能收入减少就和西北风。 在中纪委近年来发布的一系列典型案例通报中,苍蝇是腐败案例,占相当比例,被查处人员涉及村民小组组长,村委会主任,村支书,香科员,镇长等,涉案金额从几千元到百万元不等,贪污,截流,套取,索贿,受贿,挪用,骗取。 在被查处的苍蝇中,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想尽办法,用尽手段,贪得午夜,用老百姓的话说,就是黄鼠兰不嫌小鸡兽,佛面上也想去刮金,见了蚊子都想扯条腿,无论是国家下滑的退更还领补助,微房改造补助,重粮补贴,还是地保金,养老金,优福金,新农村合作医疗费等各类人生资金,以及集体三资,征地拆迁补偿款都要。 刮一层皮,什么钱都敢拿。现在疫情期间,居委会,街道,村委会,这些基层更是把权力发挥到极致,他们想让哪个小区风,就哪个小区风,然后往里边卖高价菜,和核酸检测机构互相勾结,把不是阳性的也给弄成阳性,他们好从中捞好处。 中共的上层基本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管控,你上面不给钱,还让我好好干活,怎么可能,要么你多给钱,我不搜刮老百姓,要么你上面别管我,让我用手里的权力捞钱,要不然你基层就乱套。 在中共财政干瘪的情况下,中共也只能任由基层搜刮乱来,要是没有基层的管控,中共是控制不了老百姓的,中共也只能在基层太不像话的时候,假装处理几个,它是不敢全面严肃处理的。 所以现在就陷入了一种悖论,官僚体系想精简,那官僚体系就撂挑子,再有官僚体系那帮人哪个背后,没有点背景,当头了,敢捡谁呢? 官僚体系这么庞大,当然财政支出就越来越大,各地财政亏空的新闻层出不穷,没钱,还想让基层干活,只能让基层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搜刮点,就是一定程度的放任他们乱来, 那么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基层的胡作非为,就会激起民众的反抗,逼急了,老百姓就要上街,老百姓上街,维稳费用就要花得更多,财政更不够用,那官僚和基层就更厉害地搜刮,最后财政耗尽,内部垮塌瓦解。 好,今天节目就到这了,拜拜。